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双手这一握 证实了金正恩访问中国的消息 根据新华社报道 金正恩从25号到28号受习近平的邀请 在北京进行了非正式的访问 而新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以高规格领域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 举行欢迎宴会并且一同共同欣赏表演 双方领导人也就国际和朝鲜半岛情势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会谈 习近平指出大陆坚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 金正恩则表示实现半岛无核化是北韩始终不变的立场 北韩已经主动采取措施缓和紧张局势 更提出了和平对话的建议 也说了如果南韩和美国以善意回应北韩的努力 半岛无核化的问题就渴望能够解决 也表示这次来访是为了加强战略沟通 加深中韩的友谊 分析家就指出了南北韩预计在下个月底举行领袖会谈 而美国和北韩也预计在五月进行川金会的领袖会谈 这次金正恩的突击式访中 也可能让美国和南韩在北韩的非核战略上产生变化 这次金正恩的突出